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幾個嗎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這個也很好用 這個也可以很好用這個也很好用 這個可以下載YouTube 這幾個同學都蠻推薦的啦不過我還沒時間用 所以有時間的話各位可以自己再去把它抓抓下來 另外把那個普里美食這個範例也裝在手機這邊QR Code 掃一下就可以 OK好 第一這個部分下載那個App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地圖部分要能夠秀出來必須要有個DIV部分 那底下有個Netbar Netbar這兩個部分的話其實 在我們前面的上課 都有 回頭看一下那個 零蛋白板裡面 我來發現在Google07的這個 其實好像都有了 哪些有 我剛剛講那個DIV這個地方 還有 尋染列設定 有沒有 尋染列的設定如果你忘記的話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尋染列的相關設定 有沒有 做成Netbar 那底下 那底下 只是差別是我們 這個範例是兩個 那這一題是三個 只是多一個而已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吧 所以呢請各位 這個地方 如果忘記的話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內bar 部分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 Data Simming部分的話是它的顏色部分 我是把它改改 改一下 改成 AB到E嘛 就是 黑藍 藍色的 B是藍色的 OK那幾個 那再來的話 這上面的icon 有沒有 這應該還有印象吧 如果忘記的話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 下下禮拜 請各位 這個位置就輪各位來做 就是 請各位回去的話 不用太多也不用緊張 不要因為 要上台 分享 結果那一週 就我就等不到人了 這樣就 沒關係 反正你做多少就多少 你就是 秀一下 只要 不要完全一模一樣就好了 內容改一下 改內容 改顏色 這樣應該OK啦 我覺得 反正你至少這學期18週 你總是 要教一點點 成果 這應該不難 而且說真的這個app 你說 你再怎麼樣 未來你絕對用得到 你不要說工作啦 生活上面太多了 這個跟我們 任何的實際住行都很有關係 而且你 不見得一定工作上 你說身邊跟人家聊天好了 誰 誰現在不玩這東西 如果不玩這東西 你可能 可能是已經 原始人的吧 說真的現在連 上年紀的人也很想要 去換一支智慧手機 因為為什麼看到身邊都在滑來滑去 花什麼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也想怎麼樣 也想要加入看看 對不對 而且大家一支換鼻子大支 我都很想要去換一支六吋的 可是後來 我拿別人來試試看 放在口袋 卡 如果我出門的話 我光要 腳要一伸 這個卡住了 太大支了 後來想一想算了 六吋 五吋好像也已經卡了 六吋更卡 這很兩吋 又會想要畫面大 又會想說 這個實在不好攜帶 真的太兩吋了 怎麼辦 就多買幾支試試看 就跟那個 女人的買衣服一樣 永遠會少一件 所以像那個 智慧銀手機 還有智慧銀裝置 我已經買太多了 只要看到 覺得很心動 像最近那個 Lanfoam又出好幾支 又不一樣 感覺好像 又有點心動 有點想要就把它買回家 永遠就感覺少一支的感覺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內BAR部分 我想各位參考這裡 這個上面 已經做得 很清楚了 而且這個圖我看一下 其實都還蠻清楚的 只差就說你要不要去做 把它做出來而已 那再來就是那個List View 下一個的話 下一個 就是上面這個是結束 那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看到的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把它 儲存一下 OK 那這個地圖還沒出來 因為我們程式還沒寫 所以地圖還不會出來 那底下的這個 List View 不是當我點這個嗎 顯示 地圖這個 應該是顯示美食 這個是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 那這個List View 能夠List出來 這裡我們前面也教過 那各位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在也是一樣 07的這個裡面 印象中應該是在List View 應該在這裡 上面這邊有 頁面 這個第一個頁面 第二個是怎麼樣做List View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利用那個景點 把它List出來 那總共其實設定兩個就好了 第一個是把它做成那個什麼 項目 項目的 有沒有 項目的符號 第二個是什麼 insert這處 就是要圓角 那這個是一個 Data Row 給它改成List View 這樣的話 它就是一個List View 出來 所以第二階段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大概會做哪一些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是 名稱叫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放一個 List View在裡面 不過呢 資料來源特別注意 這裡面的話 資料來源是來自於 這個資料庫 這個應該是這個 所以呢 我們的資料 是 這邊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 放一個List View進來就可以了 List View裡面的話 記得要放哪些東西 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Content裡面 放這個 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DIV DIV名稱就是 這個Entries 這裡面 然後呢 在這個Entries裡面呢 放一個List View 那這個List View裡面特別注意 上面我需要有一個什麼Data Filter的一處 這個地方上面才會 多出什麼的 多出 這個效果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 這邊 那這邊要怎麼樣show 第一個 這一個 指的是 這一個 Data Insert 指的是圓角 Data Raw 這個應該都一樣 其他的話 就是 把 Data 還有一個什麼Data 這個什麼 Filter 這個 Filter這個 Placeholder 就指的是 這個 裡面會有什麼 最美的 最喜歡的美食 景點 相關的東西 OK 在這裡的話想各位先把這邊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grouping 差不多 B 感谢观看